學習的理由是楊一帆從十四歲就開始記錄 耗時七年拍攝的作品 一帆跟拍自己從小到大的時檔李安 他從小就在體制外學習 小學就展現科學和運動的才華 國中時 莉安聽到爵士樂因為太喜歡 就自學到可以即興演奏 體制外教育的多元和開放 讓他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 在你的心目當中最理想的學習是想什麼 我想做一些實作的東西 從實作的顏色裡面去學到不同的學習 譬如說我想要學做船好 但是一場激測改變了學習氣氛 他們整天埋手讀書 在分數中掙扎 身為導演的一番也開始思考學習的意義 你覺得讀書的目的是什麼 應該原本讀書最基本的目的就是 你讓以後我們出社會可以 可以不會死掉吧 應該是最出的意義就是要讓自己可以活下來 我在考肌測這段時間 我會忘記我的方向是什麼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那個時候你的方向就是考肌測 對啊 但是你會忘記這個世界長什麼樣子 意思就是說 因為考試就是這個樣子 對 準備考試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 考試就是你唯一 那一段時間就是你唯一種的表演 你想不了那麼多 當考試取代一切 跟成績無關的事變得不重要了 這一切讓Lian困惑 一考完試之後有成績有感 我不講了 考完試之後能夠感 感覺像 你會含天喝到保濟板 但是你沒有真正吃到有一樣的東西